节食目前有三种治疗方法 一种就是吃药 这种适合节食比较小的病人 你现在这个节食很小 其实吃药治疗是可以的 小于0.6厘米 它就可以自己慢慢掉下来了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确实会出现疼痛 因为它节食在摩擦 我们一般都给你排食 止疼 这样对症处理就行了 第二种方法实在受不了 我必须要尽快处理掉它 就可以选择体外震波碎食 门诊一个机器 给你把这个节食给你碎一碎的 这种让它更好地往下排 第三种方法就是更快的方法 直接做手术 给你用激光打到成粉末画 给你弄出来就可以了 越往后这个治疗的方法越复杂 手术肯定是最复杂 它要住院 它要全麻 但是它的治疗的效果也是最彻底的 你吃药和体外震波碎食 不一定能排出来 但手术一定能给你解决 但是你现在这个还用不着 我建议你吃药治疗就可以 你的疼痛有转移是件好事 说明它原来在上面一点 现在它往下掉了 它就是有希望能自己排出来的